在大部分人的概念里 马里奥就是一个只会跳的水管工大叔 不管男女老少 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开始玩一个马里奥游戏 印象中的马里奥好像没有教程 如果你现在下载任何一个手游 几乎都会有天涯式教学 强迫你去按顺序点击一些按钮 大部分时候照着做完还是没学会 为什么玩马里奥游戏就像一种生物本能 不用教就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记忆的原点 马里奥开始的地方 公本冒作的超级马里奥兄弟1-1关卡 这是大家第一次见到马里奥 他在画面的左下角 2D的画面除了苍天大地一点绿植就没了 你能控制的按钮只有左手的上下左右和右手的AB按钮 很自然 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只能往右走 因为当你往左走的时候画面是不会滚动的 接着出现了一个空中的问号方块 你当然不会知道这是要干什么 因为它真的就是个问号啊 紧接着一个眼神非常犀利的蘑菇静止向你走来 聪明的你可能会感到一丝紧张 因为你无法回避它 要么死 要么跳 很好 现在你学习到蘑菇头是敌人 要跳 如果刚刚的问号方块 你选择了忽视 那么接下来 头顶这么一排砖块 可就很难视而不见了吧 如果你跳了 盒子里就会出现一个移动的蘑菇 区别是 这颗蘑菇是初始向右移动的 然后它掉下来 撞到水管 又向你飘来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蘑菇和刚刚的生气蘑菇长得很像 觉得很危险 即便你按了跳跃 想跳过这个蘑菇 你依然会撞到砖块 被迫吃到这个蘑菇 结果当然是好的 马里奥长高了 这就是马里奥游戏的第一个power up 恭喜你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超级马里奥兄弟的全部基本信息 一杠一这种无需文字 有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学习成本的设计 经常被用来当作关卡设计的第一课进行教学 但它毕竟只解决了关卡初期引入机制这个环节 如果我们拉近再细看的话 会发现后续的3D马里奥游戏不断有新的设计引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马里奥千变万化的关卡背后 产生了一套固定的思考路径 这个设计哲学就是四个大字 起乘转合 这个概念是现在3D马里奥系列的掌门人 林田红一在一个采访中透露的 我们确实可以按照中文里成语 起乘转合的本意去理解 是一种写文章的格式 也类似于我们经常用到的总分总作文格式 不过这里使用它在日本四个漫画中的概念会更为合适 四个漫画只用四张图去讲一个故事 以朱德庸的色女郎漫画为例 第一张图 起 先抛出概念或者说话题 第二张图 成 延续话题产生一个idea 第三张图 转 发生转折 第四张图 和 下结论 整个故事的主旨就出来了 想到把漫画中的起乘转合概念 用来指导游戏设计的 是学设计出身的马里奥之父公本茂 这时起乘转合的解读就变成了 引入气质 发展 华丽转折 收尾 而把这个套路用到极致的 就是马里奥三地世界 真的一句教程都没有 117个关卡 将近100来种不同的玩法机制 你敢相信你竟然是无师自通的吗 举个例子 马三世的1-5关卡 开关马戏团 在这个关卡 你第一次会遇到一种地板上的问号开关 踩上去就会变成碳号 从蓝色变成黄色 再踩一次就变回蓝色 很自然就会觉得把所有开关踩成黄色就可以通过 这个就是第一阶段 起 这个时候玩家第一次遭遇了新的机制 通常都是单独出现 没有什么脑筋急转弯 是让玩家学习基础的过程 而且容错率很高 开关的下面也不会有万丈深渊 只要按顺序绕一圈就可以了 大部分人很快就能通过这个关卡 接着到第三个区域 发现整个区域被栏杆分隔开 栏杆里增加了敌人 而且还有最后两个开关在空中的移动平台 平台下则是深渊 这个时候就强迫玩家思考踩开关的顺序 要想办法最终跑到两个移动平台上 并且敌人的位置也能构成威胁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成 这是机制发展的过程 这个时候机制将增加难度 引入其他威胁 玩家的失误可能就会致命 这个阶段的玩家已经明白了机制的原理 题目不再白给 开始引入挑战了 接着完成几个攀爬跳跃之后 玩家又一次见到了地板开关 到这里 整个中间的一字开关平台都在移动 中间还安排了一个可以顺移 并且发射子弹的敌人 关卡到这里已经相当凶险 这应该是一般整个流程中最有挑战性的部分 这就是第三个阶段 转 机制开始发生变化 甚至反转 颠覆原本的设计 再比如马三世的4-1关卡 蚂蚁兵巢穴 这个关卡引入了一种新的敌人 蚂蚁兵 一开始也是非常标准的启和城 简单的小蚂蚁兵以敌人身份出现 给玩家制造麻烦 到了第三个阶段 转的时候 出现了一种超大蚂蚁兵 马里奥可以在他们的头顶弹跳 通过危险的地形 设计者对蚂蚁兵的功能进行了转折 从关卡的威胁 变成了方便玩家的平台 说回1-5 最后一步就是合 结尾 总分总的最后一个总 在终点期杆之前 出现了很多地板开关 玩家此时的技巧已经经历了考验 不需要再提升难度 最后是一种总结式 有仪式感的设计 让玩家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结局感 马里奥3D世界的每一个关卡 都严格执行了这种启程转合 也真实现了全程无文字教程 然而 并不是每一个马里奥都没有教程 比如马银 马里奥银河有马里奥系列 历史上最多的文字教程 这个教程直到快要通关还会出现 习惯了无教程顺滑上手的马里奥玩家 看到了马银这么大的阅读量 自然是十分头大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制作人林田红一曾在采访中直言 从马银一到二 他对这个启程转合的理念 还在逐渐吃透的过程中 马银里一个很强的感受是 游戏有121个星星 42个星系 玩起来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在每一个关卡里 塞入大量完全不相关的机制和变化 关卡被分成一个个小小的星球 整个不那么连续 段落感很强 但正如制作人林田红一所说 玩家在同一个关卡 接收了太多不同的游戏机制了 于是他不忘公本帽 剑缝插针碎碎念的理念 在马银二中修炼起起程转合大法 关卡内的新机制清晰了 连贯了 整个银河一致性很强 林田红一为了更好地理解 公本帽的理念和游戏设计的哲学 还专门整理过公本帽的语录 比如什么 要多关注结果 做三次变化是什么样的 如果做十次变化 那出来的结果就是惊喜了 之类的 最后他整理了个公本帽的教会 出来 这是什么帽子与弟子紫红的故事吗 总之这套理念 确实给马里奥系列 灌注了一个骨架一样的哲学支柱 如何让玩家没有压力地 顺利进入每一个不同的马里奥世界 从入门到精通 就如同最初的马里奥一杠一 我最喜欢的奥德赛也继承了这个基因 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文字教学 因为帽子变身 每一个功能都不同 他用马里奥游戏有史以来最多的动作 和最复杂的操作 但奥德赛还是贴心地考虑了各种程度的玩家 设置了一条非常优美的学习曲线 奥德赛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变身 就是啄木鸟 整个酷霸王王国 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啄木鸟设计的 第一次变身啄木鸟的时候 游戏还是会教你基本的操作 在这个区域 所有的墙都可以戳 也没有什么危险 在之后变身啄木鸟的时候 游戏就开始引入不能戳的金属墙壁 会转的墙壁 需要用鸟嘴戳的炸弹 不断地发展上升 最后的最后 这个世界的boss战 木制机器人 对付它的方法 当然就是啄木鸟 你要把之前遇到过的戳炸弹 攀爬等等基本操作 融会贯通 来向设计者展现你 卓绝的啄木鸟出出出技术 当然我并不是想说 启程转合 真是什么关卡设计的财富密码 因为从结果上看 马银2和马银1 都是不相上下的 逼近满分的优秀作品 细角蔓延一块层次丰富的蛋糕 和不加咀嚼狼吞虎咽一顿纯肉大餐 对玩家来说似乎同样美味 而套公式套得最好的马三式 并不是因为它的流程规整 所以好玩 恰恰是因为它的点子很多 设计本身扎实有趣 才让大家喜欢 好在灵天红一 并不是写八古文的庸才 他学会了之后 就把它扔掉了 我这下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后来就有了离我们最近的 接近完美的 超级马里奥奥德赛 毕竟公式也就只是股价 起程转合也并非马里奥游戏 经久不衰的制胜法则 一个好游戏最重要的 还是设计本身 只有玩家在游戏里能遇到 完全超乎想象的奇妙世界 能不由自主地说出一句 哇的时候才会感慨 这才是马里奥嘛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 没准备